画一个保护罩 哎 固若尽汤啊兄弟们 这把稳过 没错 就是这感觉 大死你个鬼祟 哎呀 不 再来一次啊 这次咱们来个瓮中捉鳖 哎 我马路封死 我看你怎么过啊 不是啊 什么情况啊 这都能把我撞下去啊 哎呀 我 那这次啊 我们不能连着小羊 只把蜜蜂圈起来 这下你总该没辙了吧 都说三角弦具有稳定性 那我直接画个三角形 我来 不是啊 我还没画完呢 我真的受不了了 兄弟们 我发现了 前几次都是圈太小 蜜蜂能直接连羊带圈一起撞下去 那这次啊 我直接画个超大的圈 这岂不是一羊当关 万风没开 没错 就是这感觉 我感觉好极了 我是一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小羊 昨天有个小动物说要跟我打一架 来 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动物感 我他妈来了 你管这玩意叫小动物啊 没想到吧 老铁 等一下 我知道逃跑在哪儿 偷袭 原来你这狮子这么弱呀 完了 巴比Q了 那接下来可就轮到我反击啦 进入战斗模式 哎呀 没想到狮子这么弱 那我现在去打竞技场 岂不是乱杀啊 这么多选手 咱们就挑这个头像看起来最嚣张的 我可是连狮子都能打败的羊 打你岂不是轻轻松松 别吹了哥 你不行 打他 哪里 哎 一定是我的装备不够精良啊 没事 这游戏的装备面费刷 看我刷出一身神装出来 OK 咱们再去找那个奥特曼单挑 这把复仇之战啊 兄弟们 有的瓦卡能赢的 弹幕里扣个1 有的奥特曼能赢的 扣2 让我看看1多还是2多呀 不用我说 肯定都是慢屏的1对吧 好 战斗开始啊 可以看到 虽然对面伤害比我高 但是我可以打出连击 有了这么强大的连击效果 那胜利简直就是囊中之音 哎 不是啊 我连狮子都能打过 为什么打不过这只羊啊 哎 兄弟们 谁能告诉我呀 希望 儿子都能打那些 美丽的口 mortal 似书 3 我就重达 1 书 12 感谢观看